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欧盟最近决定重新研究中国电动车的最低售价 这一举措旨在避免对这些车辆加征高达35%的关税 这不仅是中欧两国经济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 更是全球电动车市场的一次重要机遇 在这次高层会议上 中国商务部常王文涛与欧盟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 展开了深入的对话 双方一同探讨了如何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发展 王文涛强调 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源于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而非补贴 这一观点获得了东布罗夫斯基斯的共鸣 他表示期望通过合作找到双方的平衡点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焦点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告别演说中强调 欧洲必须降低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 以确保自身的独立与安全 他警告过度依赖会导致脆弱的局面 并呼吁各国应加强本土资源的开发 此外 中国也取消了对34项台湾农产品的免关税优惠 农业部长陈俊记表示 这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小 并鼓励农民们提升产品质量以应对挑战 整体而言 这些动态在全球经济中掀起了波澜 挑战与机遇并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欧电动车关税之争 重设最低售价的背后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最近一次在欧盟总部举行的高层会晤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与欧盟执委会副主席间贸易委员 东布罗夫斯基斯 进行了深入的磋商 双方探讨了如何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最终 他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 重新研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最低售价 以避免对这些电动车 价值高达35%的关税 电动车是未来交通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国 其产品占据了国际市场的重要份额 然而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措施 引发了广泛关注 欧盟担心 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策略 可能对本地制造商造成冲击 因此启动了反补贴调查 王文涛部长在会谈中强调 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并非源于补贴 而是由于规模化生产和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成本降低 他指出 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 是关键因素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欧盟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 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这一决定的背后 实际上是中欧双方 在经济合作上的深思熟虑 未来的电动车市场 充满了不确定性 双方都意识到 过高的关税只会导致市场的扭曲 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通过重新研究最低售价 欧盟不仅可以避免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还能为本地制造商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业内专家对此表示乐观 认为这一决定将有助于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促进绿色出行的发展 随着消费者对环保意识的提升 电动车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中欧之间的合作将为这一趋势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决定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面对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 各国都在思考 如何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 推动国际合作 中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或许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总的来说 欧盟同意重新研究的 中国电动车设最低售价的决定 标志着中欧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双方通过建设性的对话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电动车市场的不断发展 中欧之间的合作将为全球电动车产业 带来新的机遇 也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北约秘书长的警示 自由比贸易更重要 在北约总部的讲台上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Yans Stoltenberg 正在进行他的告别演说 这位在位长达10年的领导者 用坚毅的目光和洪亮的声音 向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自由比贸易更为重要 欧洲必须努力降低 对中国稀土等资源的依赖 斯托尔滕贝格的发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提到 欧洲在过去 曾因过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而遭受重创 这一教训不应被遗忘 他的言辞中透出一种紧迫感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人 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 这位北约领导人指出 依赖单一国家的资源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 在全球经济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 可能会导致脆弱的局面 他以俄罗斯为例 讲述了欧洲在能源供应上的依赖 如何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 都处于被动地位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使欧洲国家意识到 过度依赖外部资源 可能会导致国家安全的隐患 斯托尔滕贝格特别提到 稀土元素在现代科技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智能手机到电动车 几乎无处不在 然而 全球稀土资源的分布极为不均 许多国家 尤其是欧洲依赖于中国的供应 这种依赖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 也可能在国际关系中 造成不平等的地位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斯托尔滕贝格建议欧洲国家 应加大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同时寻求多元化的供应链 他提到 许多国家在稀土资源的开采 和加工方面具有潜力 欧洲应当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 建立更加稳固的供应链 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在告别演说的最后 斯托尔滕贝格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 他相信欧洲能够在面对挑战时 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他的言辞中充满了信心 仿佛在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随着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即将结束 荷兰前首相吕特将接任这一重要职务 新任秘书长将面临许多挑战 但斯托尔滕贝格的告别演说 无意为他指明了方向 未来的欧洲能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保持独立与安全 将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努力与合作 台湾农产品的挑战与机遇 取消免关税后的应对之道 在台湾的农田里 农民们正在忙碌地收割着丰收的果实 然而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9月25日起 中国决定停止对凤梨世家等34项 台湾农产品的进口免关税优惠 这一消息迅速在农民之间传开 大家的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农业部长陈俊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虽然取消了免关税的政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农产品 将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 他强调 这次的政策调整并不是禁止进口 而是取消了免关税的优惠 平均关税额度为15% 这意味着台湾的农产品 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将面临一定的成本压力 然而 陈部长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他充满信心地表示 台湾的农产品品质优良 市场潜力巨大 农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 和市场区隔来应对这一挑战 他特别提到 台湾的凤梨世家 芒果等水果 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良好的生育 消费者对其品质的认可度非常高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 这一政策的影响 陈部长分享了一个故事 几年前 台湾的凤梨在中国市场上 遭遇了一次类似的挑战 许多农民担心产品会滞销 选择降低价格以求生存 然而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农民们意识到 品质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于是 他们开始注重种植技术的提升 改进包装 甚至开设了线上销售渠道 最终 台湾的凤梨 不仅在中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还成功打入了东南亚和欧美市场 销量大幅提升 陈部长的讲话 让在场的农民们感到振奋 他们开始意识到 虽然面临挑战 但只要坚持品质 积极开拓市场就一定能够找到出路 农民们纷纷表示 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种植技术 争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市场的变化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依赖中国市场的农民来说 取消免关税的政策 无疑是一个警钟 他们开始思考 如何在未来的市场中找到新的机会 有人提出 或许可以考虑 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 或者尝试多样化的经营模式 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陈部长表示 农业部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态 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市场信息 帮助农民们应对变化 同时 政府也会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推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提高台湾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虽然中国取消了34项农产品的免关税政策 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相反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台湾的农民们在挑战中成长 在困境中寻找机会 正如陈部长所说 影响力非常小 实在可控制的风险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勇于创新 未来的市场依然充满希望 通过这三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经济中 不同国家和地区 在面对挑战时 如何通过合作 创新和政策调整 来寻找新的机遇 无论是中欧之间的电动车关税之争 北约秘书长的警示 还是台湾农产品的市场挑战 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方努力寻求平衡 与发展的智慧和决心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欧盟决定重新研究 中国电动车的最低售价 以避免加征高达35%的关税 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想想看 中国的电动车不仅价格实惠 技术领先 而且环保节能 这是全球范围内 推行绿色能源的一大步 再说了 谁不喜欢省钱呢 欧盟的消费者将因此享受到 更具性价比的绿色交通工具 楚天书 你这简直就是胡扯 欧盟重新研究中国电动车价格 完全是因为中国低价倾销策略 让欧盟本土制造商措手不及 你说的是环保节能 实际是中国企业靠政府补贴打价格战 欧盟如果不采取措施 那本地的制造商只能关门大吉 到时候就业问题谁来解决 谢琪琪别急嘛 你说中国靠政府补贴 真是睁眼说瞎话 中国的电动车价格低 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和技术进步 看看那些在世界范围内 大卖的中国品牌 不靠补贴也能赢得市场 再说了 消费者要的是实惠和高质量的产品 欧盟企业如果能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不也一样能参与竞争吗 哟 楚天书 看看你满嘴跑火车的样子 真是搞笑 你看看历史 之前的日本和韩国汽车 是怎么打垮欧美制造商的 靠的就是政府补贴 低价策略 现在中国电动车也是这么干的 价格低到让本地电动车制造商喘不过气来 你觉得这叫公平竞争吗 这是市场扭曲 而且你知道失业率会飙升到什么程度吗 哎呀 谢琪琪 你这么紧张干嘛 历史上 日本和韩国汽车现在可是全球品质的代表 你担心失业率 那就得想办法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呀 再说了 电动车市场的蛋糕这么大 多一些中国电动车进入市场 反而能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消费者开心行业发展 双赢局面和乐而不为 楚天书你这真是天方夜谭 你知道吗 正是因为这种无序竞争 欧盟才必须采取反补贴调查 确保市场公平 否则不仅是制造业 连整个行业的生态都会被破坏 你以为消费者喜欢低价 但如果低价是以牺牲本地经济为代价 那最后买单的也是消费者自己 还记得黄油门事件吗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刘病者